民进党推人 我现在根本不论推任何人 柯P当选的律师 当选纪律师 2002年到现在已经16年 这个年轻人新增加的选民 在台本市已经超过30万 过去的选民 也有走调的选民 恐怕也差不多这个数 一来一回 光台北市选民的结构 年轻人改变的结构 已经将近了三分之一 你可以想象不到 那不再是蓝绿对决的盘 的确有一个中间盘 这个中间盘就是柯P 所讲的那个白色力量 我完全同意 蓝绿之外有个中间盘 他们是看人 那你可以叫他柯粉 你也可以叫他选人不选男 他完完全看人 所以刚才祥威说 如果民进党能够提出一个 那个人可能不见得是 纯民进党的人 可能是企业界的 可能是学术界的 可能是媒体界的 他就是一个素人 素人对素人 素人对素人 他完全可以吸纳 最重要的 他可以吸纳支持民进党的 全部的票源 他还有开阔中间票源的能力的 那柯文哲根本 那就被抛得老远 因为他没有任何民进党的票的时候 他根本无法成为前两 晋级锁定 新台湾加油 自己的 Бог 你快乐